为了还给市民干净的天空 观光传播局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进行12区的缆线清理作业 并且在过去一整年就清除了长达1580公里的废弃缆线 相当于四条中山高速公路的长度 目前已经逐渐看清清理的成效了 16号上午观传局邀及相关权责机关与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来到大同区永乐市场一带 进行缆线清整作业 并且调来公务局的高空作业车 协助常德有线电视工程人员进行清整 此举也让辖区里长表示肯定 认为缆线整顿可以让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干净于美观 感谢我们所有企业的团队 教育我们社区 社区如果要水当然 这些人人要争嘛 社区如果没水水观光企业也没来 那年后当然会减分不加分 做好整体面嘛 事实上观传局从4月开始就着手进行12区的缆线清整作业 并且邀及各相关单位 办理超过200场次不同大小的缆线清整会刊 并且光在过去一整年就清整出1580公里 相当于4条中山高速公路长度的废弃缆线 可说是成效卓主 我想说这些绩效呢就是我们清整出来的一个绩效 把这些成功的清整的示范经验 不只从街道里长还有到整个市场 甚至到我们台北市整个12个行政区都能够延续下去 然后给民众一个更干净更美丽的天空 观传局表示未来缆线即将地下化 并且在配合民政局监视系统启用之前 有必要进行全市的缆线清整作业 预计102年12月底全数拆除里林系统缆线 还给市民干净的天空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鱼采访报导